一般的我们还会有一个 这个虽然不太经常说 但刚才其实我都说到 有过去七佛 或者我简单说有过去佛 现在佛 未来佛的这种概念 这叫三世 你比如说我们现在一般信众 建的庙里 大宗宝殿 首先我就说个最基本的概念 就是你们能告诉我 什么叫大雄宝殿 你这里应该都已经烂熟了 就什么意思 还有解释 就大雄宝殿 应该都知道这个词 你要广基寺没那个宝字 就大雄殿 反正那都无所谓 就是个大雄 你解释对了字面意思 就大雄肯定是指一种 大英雄什么什么 但它不是你解释的那个意象 就大雄宝殿一般供的谁 对 所以殿上挂的牌子 你要进什么财神殿 地藏殿 你可能知道这地藏殿 什么意思 一个底子供的地藏胡子 观音殿供的观音 大雄以后一旦佛经里出现这个词 他不是形容词 他就指的是释迦牟尼佛 是他的一个尊号 你看我们在这个功课文里有这么一句吧 叫大雄大利大慈悲 威更审出威细祸 大雄大雄宝殿就是指的供奉释迦牟尼佛的地 在大雄就是指的释迦牟尼佛 但是我们一般在大雄宝殿呢 供一尊我们就不说了 有的时候呢 供三尊 还有供七尊 那多了我就不说了 比如供这三尊 我们一般叫三尊佛 但这个三尊呢 又有区分 我们一般叫恒三尊 或者叫数三尊 什么叫恒三尊呢 就是这三尊佛在时间关系上 大家是在同一个时间段 但是在空间关系上 不一样 所以称之为叫恒三尊 什么叫数三尊呢 是说这三尊佛在空间上是一样的 但是在时间上不一样 我再说的直白一点 恒三尊呢 就是说大家都是同属在这个时代 一般供哪三尊佛呢 就是供要师 释迦牟尼和阿弥陀佛 所以呢 也就是我们此世界的释迦牟尼佛 东方的要师佛 西方的阿弥陀佛 就化解我这三尊佛在时间上是一样的 只是在方位上不通 这就叫恒三尊 那么数三尊呢 是什么呢 是这个在空间上一样 一般是供哪些佛呢 中间还是释迦牟尼佛 一般会供这个过去的 比如说供一个这个家设佛 未来的供弥勒 就弥勒是要未来成佛的 所以他得是过去 现在未来 这就叫素三尊 说到这个过去佛呢 我们一般现在有几部经啊 是专门记载这个佛名字的 我们为什么说强调这个呢 因为这个在佛经老在提 未来为什么是弥勒呢 我怎么知道未来是弥勒呢 我怎么知道过去还有哪些佛 未来还有哪些佛呢 因为有一部经 叫做三千诸佛名经 这个经呢 就是很多了 他讲什么叫三千呢 他其实是三部小经合进来的 就是庄严节 贤节 星宿节 这三个节 就是过去的节 我们现在节叫贤节 因为有贤人 圣贤出世 称之为贤 还有星宿节 就过去过来三个节 每个节都有一千尊佛 降世 所以呢 合起来是三千 三千诸佛名 那么以我们现在贤节 到释迦摩尼 是第几尊呢 是第四尊佛 所以说这个过去七佛的概念呢 是超越了贤节 还捎带上了过去那个节的末尾的几个佛 所以他就一共是七佛 我们现在呢 从什么皮婆师佛呀 师器佛 皮舍佛 就这个名字都能查到了 还有好 就从这儿 一般从哪开始呢 就从居留孙佛开始 这个名字是很多 这个就是我们贤节的第一尊佛了 但是按过去七佛来讲是第四尊 居留孙佛 然后下面一个叫居纳涵摩尼佛 然后就我说了 刚共过去的叫加摄佛 就是一般 宋孙佛三是过去就共加生 然后释迦摩尼未来迷路 那就是这样 但是我这里面的题外话 其实也是我这一两年这个一个研究呢 他现在没有完全形成成果就是什么 因为我后来到尼泊尔去了这个蓝皮尼之后啊 他除了那是佛的出生地之外 现在还现存的两个阿异王石柱 就是一个那个阿异王石柱就在佛诞生的那个蓝皮尼了 还有两个阿异王石柱是现在保存的 他记载了两个舍利塔啊 就舍利安国的地方 就拿两个一个就是居纳涵摩尼佛的舍利塔 一个就是居留孙佛 就两尊古佛的舍利就在这 而且这个过去七佛或者说就是这个古佛的记载啊 在佛经里面比较少 就对他的生平不多 也就是在阿韩经里面有一部经基本记载稍微详细 但是奇怪的是呢 就说祝佛接降这个 为什么释迦摩尼佛会选择降生在这个加比罗为国呢 因为他在天上观察的是万佛经地点呢 这个地方是世界之中 所以在佛经中出现的中国这两个字 它不是指我们中国 它是指印度他所处的那个地方 就他认为他那个国家是世界之中 所以称之为中国 而佛教老说有一种叫八难三图三图八难这个称呼 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有八主人八类生命存在形式是难于学佛的 其中有一个叫边地下见 就是他不以我这个中国之外的称之为边地 就靠边那个边地就认为就相当于我生的北京人好啊 你那农村的就好像就这个概念一样 那好了 他就说要选加比罗为他就是中国 按照经典说什么 贤解古佛都要降生在加比罗为 都要降生在这个中国 但是我们讲这个节的概念 或者说一个佛到一个佛 那中间要经历 恨不得这个地球都炸了又形成这么长的一个时间 上万年 那为什么这两个佛的舍利塔还都在那呢 阿易王史主都记载呢 在这个我现在就说作为这种朦胧 就还不能不是很完全意上的 我现在推测在那 为什么还要讲这个过去几佛呢 就说这几个过去这几佛啊 很有可能是施加摩尼佛这一族的祖先 就是前辈祖先 不要把他神化的 因为什么舍利塔都在那呢 你也才能离你多远啊 他如果说真是几万年前的人 或者说冰河时代以前的人 那怎么可能呢 就是他首先是这个 第二个那为什么佛就是记载 那个时间格的那么长呢 因为这个佛教里面用词啊 他都是听着很宏大 但是不具象 比如说这个无量无边 无央术 这也是佛经常有的 阿僧启 这个是梵文的阿僧启节 这阿僧启就无央术 什么意思 就无术 但是我们一听这个无术啊 就把它想的特别多 这叫无术 但是所以看佛经一定要双向思维 无术无术 一大堆也黑手无术 特别少我也可以称之为无术 反正就是我没记你中间的这个数 所以这个就跟印度的这个人就很有关系 就印度啊 他不太对这些具体的年代记 所以他印度没历史 就这个概念 他不像中国 编年史 什么断代史 反正都是一年春秋左转 什么庄公多少年多少年 他都弄得很细 印度没有 所以后来印度发掘这些遗迹 都是靠玄奘大师那个大唐西渔记 才考古发现 我们就可以理解说 比如说我说我的祖辈 那很多年前了 对吧 就是这种词就好比说是阿僧启节 就是这个节本来也不是个很明确概念 很有可能呢 他就是他的这个前辈祖先 而且呢 施加族这个族 我后来想呢 他就很有可能就跟这个 这个金庸小说里的这个 比如一天独龙啊 听我把讲这个大理段是一样 什么就跟这个泰国王是一样 就他都呀在这个中间有一经历啊 出段家 然后呢 再回来当这个国王 他有的呢 出了家 他回来当国王 有的呢 人出家就出家 他就不回来了 他就等于是这些皇室的高僧 而这些所谓流明的佛 那佛叫觉者称之佛嘛 并不是说他是神王称之为佛嘛 而你看 居纳涵 摩尼 跟施加摩尼 摩尼就是寂寞 这个称呼都是一样的 就尊称你这个族的圣人 所以呢 就是说 他很有可能就说 这几个古佛呢 是施加族前辈祖先出家 也成就的这些高僧 或者说就在这个方面有德的这些人 留下来 所以呢 这个呢 我是强调这一点 因为包括佛的出生 佛的降制 以及刚才说佛对这个女性问题的看法 其实我只刚才讲了一个方面 为什么不细讲 容易动摇你们对这个佛法的一种恭敬心 也好一种信心也好 你包括这个要 一般我一般的人也不太讲 因为有的讲伤害宗教感情 但是这还好 是佛的祖先嘛 总不比说是个人的祖先要讲 所以就还是要把这个佛教的历史 虽然写的很神 要把它还原到一个 我的本意是好的 就是我都把它当真事看 但是我都要寻求一种合理的解释 因为中国在扯一个这个这个外外外的 一般我们上上古三坟就坟地 就中国有三部最古老的书 叫三坟 这三坟是怎么的 不知道作者是谁 但这个书凝结了大的智慧 被后世奉为典籍 哪三部书呢 一就是《易经》 《易经》不是孔子发明的 也不是周文王发明的 只是这两个人呢 又重新编定推演 就这个书很早就有了 不知道作者是谁 第二部书是什么呢 《黄帝内经》 就《易书》 你看这所有学中医的 这都是奉文典 但不知道作者是谁 但里头写的连这个活体解剖学都有 为什么呢 里面这个肠子多少纸 能容水多少什么 他反正整个周行 你看解剖子 最过去解剖子 这不知道 第三部是哪部书呢 地理方面的 叫《山海经》 《山海经》 《山海经》顾名思义 所以它里面分成了《山经》和《海经》 《山经》就一路走都是山 陆地 《海经》就这个海 过去有什么海 《山海经》原来最早 都是把它当成的神话 为什么呢 里头记载了不同的这个风土人情和物产 而那些物产呢 神神鬼鬼怪怪 就那个什么 这儿几个头的鸟了 什么的就都有 我就举《山海经》里面一个例子 它说有一个地方啊 有一种鸟 这个叫做这个绿毛赤嘴长了个人舌头 这是它在基本的原话的记载的经典 神不神 就你们听着这个鸟 是我们人间的鸟吗 然后它后来讲 世民鹦鹉 你把鹦鹉说出来 你可就觉得不神了 它为什么说它长个人舌头 就说明它会学着说话 它只是说过去的语言呢 你可以说它比较词汇贫乏 鸟鹉都比较生硬 但是呢 最起码鹦鹉是有的吧 而且我前不久去这个墨西哥回来 我看到一个文献 就早期 清代的时候 一个亲王 后来到墨西哥去 干嘛呢 是当时墨西哥也出现了一次 这个排华的这种情况 他去了处理一个外交事件之后呢 有一堆人 也自称是印第安 你听啊 这个印第安不要按现在这个印第安 找到这个叫是宰什么呀 就反正也是当时的这个亲王 然后到那边去 说什么呢 说我们是华裔 说我们是殷商的时候 就商代的时候 被驱逐 然后到这边来了 然后说 你得帮助我们找这边赔偿 反正就打官司 后来到这结论上 那人听着这亲战来说呢 说 殷商是两 不能以几千年前之事 来打击十支官司 说这个没办法考上 这个事就了了 这首先是一个事 然后呢 当时 住墨西哥的这个 所谓使节 后来他的儿子 后来 到民国之后 说回国 他记载了一个事 他说 他们从小啊 只会说西班牙语和一点点 这个印第安 就那个当地的那土话 说根本不会说中文 然后说有一次呢 他那当地的几个土著的那朋友 说哎 他出去玩去嘛 弄了一个小独木舟 就滑着就走了 一会儿过一个地方 这个当年就让他 说这是西河洗月亮的地方 然后再走 说这是那个西河洗太阳的地方 然后又走 说这是那个大寺 然后又过什么 一直就到了这个 现在那个那个 大金子展那个地方 就反正过 后来我们当时都不知道啊 后来等成天回国 再一看 说这个就是 山海经里面记载的 就那个神仙在那 池子里的洗太阳 那个地方洗月亮 还有那个天元的 那个岩岩岩在那 哎 就他就记载了这么一个事 所以呢 通过这个 我印象还有一个最深的呢 就是我那个博外祖父 那当然是老学了 我就问他这个山 我说我最近在读这个山海经 他马上回了一句话 当时我就挺惊讶 因为当时我是把他当这个神话处看 他说了一句说 说什么呢 说你看看那个人走了多少地方 就意思就是说写上来 就这个人说走了多少地方 哎 他并没有说这是个神话故事 因为你要在鲁迅的那个小说是 沟尘里面 他多少人把它列为这个神话来讲 所以就是说这种书 包括读佛教来讲 记载着佛这个幼邪化上 就从他这个幼泪出生 真的假的 对不对 就说这个就你看着很神 你如果变成神的我都讲了 那佛就不是人了 哎 佛必须是人 他才有意义 我们才 我们作为人才能学佛 才能成佛 如果佛是神的话 上帝的话 我们根本就没法成为上帝 没法成为神 我也没法学了 所以读佛经的时候 凡是遇到那些描述看似神意的 一定要把它拉回到一个 还原到一个历史的真实来读 你才能从佛经当中受医 因为我们是人来学佛 不是神来学佛 佛也是人 人就是佛 所以这个就是一定要把它还原到人们来看 Praise啦 没有 没有 我 我 没 没有 手 jam seventeen 奇 蛇 秦 alan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